董教总在刚过的星期五到教育部提呈备忘录 要求将学校董事会纳入国民型小学 马来问课本推行认识找一次单元决策单位 不过差点吃了闭门羹 教育部一名官员过后表示 该部没有怠慢董教总 而是董教总的代表没有事先预约 只是在提呈备忘录当天的前一个小时通知 不过教总主席拿渡王超群 今天反驳这名官员的说法 他透露部长的纪要秘书苏莱曼 已经知道董教总当天会去教育部 也说了会嘱咐官员接待 王超群表示董教总早在星期四 已经联络教育部部长马智里的秘书 但是对方一直没有回应 直到星期五才简短回应 所以教育部其实知道董教总 会在星期五当天到部城